好来看到花莲县111年度的孝行奖表扬活动 6号上午在瑞穗复原蝴蝶谷度假会馆来举行 那么县长徐振卫是亲自颁奖表扬8位孝行楷模之外 也和孝行楷模以及亲友共有园区丰富多元的步道生态环境 度过一个环保抒压很不一样的表扬活动 今年由各级学校乡镇公所推荐县府评委会临选出来的 8位孝行楷模和县长以及县府社会处等嘉宾共同合影后 县长许正伟特别贴心安排孝行奖楷模及其家人 共有蝴蝶谷森林园区陪同一起享受森林分多金放松苏鸭 有没有看到 白羊木 是不是有一个飞的 白水木 白水木 霍丽县111年度孝行楷模颁奖表扬 6号上午在瑞穗布园蝴蝶谷度假会馆举行 县长许正伟亲自颁奖表扬八位孝行楷模 并荣耀他们的亲朋好友 借此鼓励乡亲共同建立孝道伦理 让现代社会充满正面良善与安定的力量 我想在这里 这位第一个要谢谢我们所有的获奖者 所有的获奖者都为了自己的声音或者是孝孫父母这件事情 能够成为花铃乃至于台湾的平凡 所以这位阿姨要再一次谢谢大家 那也谢谢今天家属都能够来参加 我要谢谢 因为社会最小的单位就是家 而家要和谐和乐 这个社会才会安定 所以人家说修身齐家自我平凡下 我想每一个人自我的修为 以及齐家这是最基本 今年孝行楷模分别为玉璃政公所许庆林与吴秀英 卓西国小谢彼得 副元国中王幸福与李智慧 玉璃高中陈静宏 海信高中陈佩威 四位高中李盈盈 每一个人为了家庭父母付出病事件 生命中的爱与孝令人感佩 你要分给家人哦 你要分给谁 分给几个人 还在想 今年没有正经八百的颁奖表扬仪式 有的是县长雪正卫领头邀约 跟着导览解说员踏查蝴蝶谷西畔步道 走访森林动植物生态 森林分多金西好西满 让今年的孝行楷模颁奖表扬 很环保也很舒压 记者是玉璃瑞瑞采访报道 那我记者是玉璃瑞采访刨诟苏玉璃 选和说员